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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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小虎 今天教大家煮混蓝的小窝米线 我們要準備的食材很簡單 有米线 已經備好的豬肉碎 芽菜 韭菜 蔥和芫荽的 當然不少雞湯 和醃酸菜 首先為何我會介紹這隻 江西米粉呢 因為煮出來和混蓝的米線 其實是差不多的 已經是很接近的 味道都是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樣的 還有你買不到這隻 江西米粉的話 你可以買其他品牌 但我就極力 推薦大家用這隻 因為這隻的 口感是比較好的 煮出來是不會太軟 或者軟滴滴滴不好吃的 如果買不到這隻的話 你不怕腹腹的話 你可以在某寶 買這個 雲南見水的乾米線 煮出來一樣是這麼好吃的 至於這個葉酸菜 在哪裡買到呢 如果在香港的朋友 就可以在荃灣陽屋 一帶會有些雲南 特產的店舖 裡面就可以買的了 在未煮米線之前 剛好家裡就沒有了這個辣椒油 所以現在順便教大家怎樣做 這個辣椒油很簡單的 首先我就用三個碗 然後放入這些辣椒粉 紅色的辣椒粉 一般在街市就可以買到的 油粉 然後再粗粒一點的 比較辣一點的 因為我是很喜歡吃辣的 這隻分別放兩碗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呢 第一個我們會用溫油 即是剛剛熱的油 就倒進去這裡 就讓它散發了紅色出來 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它的辣 就要用大概百多度的油 就可以令它的辣味出來 第三碗是要做的就是 用真的出煙的油 然後倒進去 讓它這個香味出來 我們第一個用剛剛熱的油 就加進去 大家會看到不會好怎樣起泡的 因為剛剛熱的 好 第二個我們需要用的就是 滾油 因為呢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辣椒的渣 所以我油呢 會用少一點的 剛剛好的 第三個剛剛忘記了 是第三個是要加少少鹽的 好我們第三個是用 直接出煙的油 就是要它的辣椒的香味了 然後 然後 然後把第二個 混入第三個 再把第一個 放回去 倒在一起 這樣就大功夠成了 我們現在開始煮米線 我們現在開始煮米線 煮起這個乾米線 記得一定要用凍水 開始煮 煮 然後把配料準備 一煮米線 我們把配料準備 洗乾淨 煮米線 米線主要是把它撈起來 因為我們是需要過冷河的 好了 現在正式煮小鍋米線 首先把水煮沸 加入少少少的油 很少很少就夠了 再加入我們一早炒好的肉碎 當然不少 雞湯 為何不直接用雞湯 做湯底 因為覺得雞湯太濃 太鹹 所以一定要加水混蛋 然後加入鹽 開始做煮米線 好 在整個蛋糕 然後加入鹽 火鍋 做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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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鰂 做鹽 做鹽 然後放韭菜 然後介紹我的酸菜 最後是米線 煮滾後便可以吃 煮滾後便可以吃 最後放上 喜歡放芫荽、放蔥 我兩樣都喜歡 大功告成 那就是一碗 好美味的小鍋米線 我們一碗小鍋米線便完成了 現在加上我剛剛做的辣椒油 我不客氣了 我不客氣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小鍋米線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加些 魚蛋 小腸 也可以 或者加附竹 不過今天沒有 所以我沒有加到附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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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火 嘩!吃光了!很飽! 而且很熱! 好了!我是小虎! 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留言和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